宁夏刚才给我提了一个不同的方案 公司现在还没有做过内部的比稿 趁这个机会比试一次吧 下午三点 陈磊和宁夏 将分别阐述自己的方案 请大家本着对公司前景负责的态度投票 我只旁观不发表意见 好了 继续忙吧 陈磊和宁夏 宁夏 据我所知你不是正习员工吗 不是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不能私下说吗 你这么过穿小鞋对谁有好处啊 我对你没意见呢 没意见你去找老板说 你真虚伪 就跟上学的时候竞选班长 你偏说是老师第一位一样 但是我 我也没当过班长啊 你要试试 那咱们用实力说话 下午见 夏 我去走了哦 去吃吧 谢谢 你看啊 把这儿拉到那儿 不就好了吗 谢谢 我拉到这儿 谢谢你 我弄了半天都没弄好 其实吧 你平时教的提案都挺有创意的 就是基本功差点 学学就应该可以了 以后我教你 哇 卢西 你姐姐是我最亲密的这样 那是 我呀 最讨厌那个陈磊了 你看他平时那么嚣张 而且啊 他还是个男权大男子主义 觉着在职场上 女性永远比男人更弱一点 他还请大家吃饭拉选票去了 你看他平时那么小气 现在想起来请大家吃饭 你说中午吃饭下午投票的 谁吃了他的饭好几下午不投他呀 你也不能这么说啦 其实陈磊还挺有能力的呀 陈霞 反正我挺你 中午我就去买咖啡 然后下午开会前我就发给大家 说让你买的 这 这倒也不用 我去这样测试一下我这方案行不行 也没有一定要重的意思 反正你就别管了 包在我身上 加油啊 谢谢 喂 志远 怎么了 哦 但是我的上班啊 我中午只有一小时时间 行 那咱们公司楼下见 嗯 好 拜拜 来 拜拜 志远 二姐 还没吃饭吧 没呢 走 带你吃饭去 姐 你咋对我这么好 赶紧 你没事 志远 你那影楼租好了吗 租好了 离这儿不远的 那地儿啊一楼啊是我们工作地方 二楼呢有个阁楼 全好给我老婆收拾一下 就是我们温暖的小锅了 来来来 多吃点啊 姐 我吃了这么多我现在减肥呢 没事 我不饿 你应该多吃一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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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等一下 我的钱都在这卡里边 你要取的话都取走 到时候密码我发到手机上啊 不用 不用 我都是有钱 你先收着 不行 不行 你还是拿去吧 你现在这个影棚里面 设备啊 还有装修啊都得花钱 以后这孩子也得花钱 你现在已经当爸爸的人了 该省啊 省着点啊 行吧 靳儿 你对我真好 等我有钱了 我第一时间还给你 行了 别废话了 快吃吧 行 看我现在收钱还丢了 赶紧的 我还有个案子要做 我先走了啊 钱也付好了 有时间打电话 你再吃饿了我再走吧 赶紧 吃饭啊 你倒飞 谁 谁动我电脑啊 你们知道谁动我电脑了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 我PPT不见了 啊 你让你说这样呢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妈 自己东西没损好 还怪别人的 但是我PPT真的就在这儿了 你的意思是有了险害呢 没有啊 我 我自己还重新做一份 你那么能大还用PPT啊 其实我特别配合你 一个中专生也能坐在这里 加油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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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仅仅通过八项案例 就完成了形成线路 在地上里标准客服的高度整合 我相信这是我对推业案 最有力的支撑 谢谢 林夏 该你了 我已经帮你备份了 也谢我 散会来说 没事 不用了 林夏 你有完没完呢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终于开始关注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了 虽然说桌面上的利益越来越大 但是呢 你没有关注桌面上 而是在好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那我就来告诉你们吧 其实这些呢都是普通的办公用品 没有什么特别的 林夏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还要准备演讲失败派屁股走人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要旅行 我以前当导游的时候就问过我的朋友 人为什么要去旅行呢 或许是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半球 或许是十几个人挤在狭小的青年旅社里 或许是在已过他乡漫无目的地走上一天 这些都与物质无关 但是人为什么要去旅行呢 答案是好奇心 因为有了好奇心 所以呢我们才想去更多的地方探索未来 所以我的提案是 针对年轻人 主打蜜月旅行和情侣旅行 虽然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呢 不如中产阶级 但是他们是未来最有利的消费群体 我们应该趁他们在最有好奇心的时候 建立客户年度 与其说带着大叔们东奔西跑 搞得筋疲力尽 倒不如说给年轻人一场 刻骨明星的旅行 让他们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 只有我们的眼睛 才可以带他们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 刚才那个陈磊脸都绿了 真是大块人心 Lucy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打住打住啊 反正这个案子你是拿下来了 我太高兴了 你真的挺高兴 我是为了以后再看不见陈磊 在那微不高兴 我跟你说啊 我跟着咱们赵总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很少能看到这么大块人心的场面 你说的对 要看未来 未来一定有更迷人的办公室斗争 你就不怕我点好 把你从蓝桥带出来 就是让你看办公室斗争的 赵总 我还有事 你留下 你的提案成功了 以后这一块你负责 让我负责 没事就别闲聊了 赶快工作去吧 谢谢赵总 好 还有一件事 明天找HR办一下正式入职吧 你的试用期结束了 谢谢赵总 还有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书冬先生 我终于成功了 你听得到吗 但是现在 我再也无法与你分享我的喜悲了 我再也无法与你分享我的喜悲了 尽怀念过去的书农先生 好好好 我有碰到о 很大 女士 你好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约吗 众红先生训绂 年新 这边请 请坐 不好意思啊 冯总 我今天迟到了 等待像你这样的美女 我从来没有时间改你 您真的太绅士了 这里的戏仓不足 而且有 非常好的西班牙 谢谢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言吗 有 两位 我姓赵 赵先生 您的位置在这里 这边请 丹桥 你先坐 好久不见 靳瑶 好久不见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也是刚到国内 我想妈妈的这一阵 在这里等我 来 来 介绍一下 这位是宁兴小姐 很高兴又见到你 舒诺先生 你们俩认识他 是 说来话长 对了 这是我的同 他去哪儿了 我刚刚看到你朋友 去洗手间了 我帮你去找他 我帮你去找他 太奇怪了 工作还顺利吗 工作还顺利吗 小心啊 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你跑什么呀 我真没想到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姐 跟你一起来的就是那个 珠宝商 是啊 今天也是太巧了 咱俩先对好口径 你免打扰说错了 你想想 咱俩刚才既然没有相认 那 那就当做不认是吧 现在这个冯总正在追我 舒诺先生出现了 肯定结果生枝 当初撒了这个谎 现在不知道多少谎 才来冤得了呢 行的 别想那么多了 你先过去 坐在你们的位置上 一会儿我再过去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 舒诺先生 你朋友在那边等你 不介意我们坐在一起吧 当期要改天吧 来日方程 那好吧 我刚才听丹桥说 你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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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之前 我们只是见过一面而已 怎么冯总 你们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啊 我们两家是市郊啊 你不知道吗 她是刘兰芝的公子 我们公司董事长刘兰芝 我们公司董事长刘兰芝 魏特尔 赵总 你认识那个女生了 是的 认识 我觉得他俩还挺配的 就像行李一样 那怎么可能 我的朋友有老婆 你可别瞎说 什么 她有老婆呀 宁夏 你怎么就改不了 打探别人隐私的坏毛病呢 真无聊 赵总 我这意思 我会觉得这么好一个姑娘 不小心被小三了 多不值啊 你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再说了 洪小豆可不是那种女孩 你还要是吗 你知道吗 这家西餐厅非常的不错 有上好的西班牙火腿 陈年的法国红酒 还有精品牛排 干杯 这 不好意思 用我教你用餐礼仪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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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 真的 卖萌对我没用的 我知道了 卖萌可耻 老板请你吃大餐 你不仅不敢恩戴德 还一直无视老板的存在 自己玩手机 你很没礼貌 我知道 赵总 绝对不用了 绝对不用了 我发誓你再也不用了 真的 我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个女孩子 你做没有做像 吃没有吃像 端庄娴熟 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到 别看了 赶紧吃饭吧 冯总 这次回国 您怎么没把夫人带过来啊 我记得宁小姐说过 不要浪费脑细胞去揣测 对方的私生活什么 没错 你说得对 这次说我不好 爱情和婚姻是个大问题 人和人相遇 如果时间点不同 那么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相见恨晚 其实就是有缘无分啊 也不一定吧 如果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那也可以做出新的选择 那也可以做出新的选择 言个正传吧 珠宝秀很快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们的计划进度 你还满意吗 我相当满意 不过呢 在这么好的气氛下 我们可以不谈工作吗 没问题 只要你对我这个二十四小时管家 足够满意就行 干杯 干杯 你在干什么啊 我在品酒啊 这酒这么香啊 赵总 特别感谢你今天请我吃 这么好的牛排 我以后一定对你鞠躬尽瘁 死而后意 干杯 我再也不会带你来这儿吃饭了 赵总 别呀 还有机会吧 我来 我来 喂 姐 赵总 我到家了 你也到家了吧 我也到了 姐 刚刚真吓死我了 看着要露馅 还好有幸福钱 我也觉得挺吓人的 对了 你那个树洞先生赵丹桥 好像挺有来头的 嗯 他好像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高浮球场 还有酒店 不过他现实生活中 跟网络上差得好大呀 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过咱们今天这种见面方式 也太唐突了 不会了 姐 反正你不说我不说 就没人知道啊 对了 姐 你得小心点那个珠宝商 他有老婆的 小心被小三了 你放心吧 他这种人 除了工作关系 我不会给他其他机会的 行 那就放心了 行 那就这样吧 拜拜 行 晚安喽 老婆 我现在这油漆呢 这屋份太大了 要不然呀 您出去吧 哪个都那么娇气了 我不是想帮个忙吧 小哥 我妈来了 我妈来了 出发 怎么那么浓啊 小哥 这儿我张气可是对你挺不好啊 你可不能在这儿 明天起 不能来了 妈明天来 妈什么事都能做的 妈来 我把她说过去了 爸 妈 你看这大老远了 你们放心 这边有我跟志远 一定都能搞好的 别操心了啊 不行不行 来来来 我来 别别别别 爸 你刚过来 你歇一会儿去这么喝点水 听话啊 怎么了 嫌你把老了干不动了 不是不是 您这不刚过来嘛 再说您岁数大了 万一干活把腰上了 不还得我妈照顾你吗 让你爸做 让你爸做 我行 放心 来 那那那 我给她爸找我 小哥 过来过来 你看 妈给你做了什么啊 你看 这小红包啊 谁志愿吃的 志愿可喜欢吃这个了 妈可以给你做了 亲针甲鱼 好鲜哪 来 你趁着吃 闻着特香 谁说我们家小德 喜欢吃甲鱼了 妈 我们家女儿喜欢吃什么 当妈的当然最知道了 妈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鸡菜馄饨 亲家母啊 我的儿媳妇可是有孕在身 需要营养 这馄饨哪 我可以早上天天让她当早饭吃 姑爷啊 妈来了 你看 妈给你做了红烧羊肉 补补身体 真小 谢谢妈 志愿母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我儿子啊 从小就不吃羊肉的啊 小德 浩子哥 别浩子 阿姨就来了 浩子你来了 小夏给我下来死命令 我能不来帮忙吗 什么警官啊 这连饭菜都准备好了 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那赶紧的兄弟哥 赶紧吃完饭 对对对 把筷子拿了 把筷子拿了 谢谢 还不想 都尝上 来 赶紧什么要帮忙吗 没事没事 先吃 还好 a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啊 我们也觉得挺烂闷 学朗不是和她相好的吗 那是他们的爱情多让人羡慕 怎么婚礼的新娘不是她 我就问你一句 你愿意嫁给谁人吗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是健康还是疾病 你都永远永远地 跟她在一起拜她 合适的才是最后的选择 花五百日红 没有永恒的美 只有不懈追求完美的心 老公 别这么秀恩爱了 免得遭人羡慕嫉妒恨 虽然啊 露露 这恩爱秀了 可别打脸哦 好久不见啊 各位老同学 宁馨终于现身了 采访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就恭喜他俩了 宁馨 我同情你 露露不就是土豪吗 你也别伤心 你一直是我班女生的楷模 虽然不就是看上露露家的财富嘛 是啊 定心加油 我们看好你哦 你们别自事了 宁馨答应我 一定来参加婚礼的 而且我也答应了 把手捧花抛给她 希望她能早日找个好归宿 别再为五十万犯愁了 好不好 谢谢各位同学的关心 因祸得福 我现在交往了一位 本市著名的青年企业家 他是谁 等婚礼时再揭晓吧 哎 露露 拨一下我手机 手机不知道去哪儿呢 拿我手机干嘛啊你 就在这儿的 你拿我手机在群里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一直有男朋友了 有就有呗 这不正常啊 我刚在群里跟同学们聊天 请大家来婚礼的事嘛 宁馨也在群里呀 然后班长他们就说 宁馨肯定不会来的 那宁馨可大方了 直接说带男朋友一起过来 而且说是本市某青年著名企业家 吴露露 你没事吧你啊 你还真打算让宁馨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你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怎么了 这不很正常吗 抛开你跟宁馨的关系不说 我们也是老同学呀 你少来这一套 你诚心让我不痛快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你真生气了啊 好了好了 我错了嘛 你要不喜欢我让他别来了 你别生气啊老公 我错了 其实我是觉得呀 让宁馨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看宁馨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们俩不如在我们婚礼上 跟过去做个告别 然后各自开始幸福生活 现在人家宁馨都放下了 难道你还没放下 谁没放下了 我看是你没放下了 那不就解了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不需要纠结了 我老公最好 是不是 陆陆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动我手机 董事长 宁馨请辞二十四小时管家 冯先生还是希望兰桥国际 能够说服宁馨小姐 天要下 与娘要嫁人 儿女情长的事 谁也管不了 听企划部总监说 宁馨请辞的理由 是因为交往了男朋友 无法坐到二十四二十四三拜 他这么快就交了男朋友 董事长 我不明白 为什么您对念心这么上心 就像我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 不乏有野心 能力强的人 但是 我最看重的是人的品德 所以 特别的人 得特别关注 抽调管家部人员 协助做好冯敬瑶的管家工作 至于宁馨 继续兼职管家 做到什么程度 由他自己决定 是 总是 听说啊 这个冯小开很花心的 还跟那个什么三线明星阿妹传过绯闻呢 传绯闻算什么呀 他跟网红咖啡妹的事 那谁叫奇葩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快吃快吃 这个冯小开啊 是在网上 勾搭上了咖啡妹 后来呢 两人就一起相约去绿市滑雪 红男滑女的肯定更怀鬼胎呀 果然 旅行结束之后啊 咖啡妹就控告冯小开 对她性侵 这明摆的是咖啡妹要坑她嘛 那当然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肯定是冯小开给的价码 没有买足咖啡妹的心理价位呗 听说这个冯小开和我们老板的儿子是好朋友 我们这个项目 会不会是因为这层关系她拿到的 咱们刘董啊 跟这个冯小开的父亲呢 想当年是一起创业开饭店的 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蓝桥国际这么大的企业 咱们刘董的公子呢 叫赵丹桥 冯小开在她面前啊 就是这个 我听说刘董事长把她大叫请她都请不回来 她这个人特别有武器 特别有才华 自己创业 开乐旅游公司和旅游网站 好厉害啊 这些服二代啊 都是一样的 肯定 很花心的 这你可就错了 她呀 就是太干净 没绯闻 我们现在都怀疑 小夏 姐 坐坐坐 怎么了这是 郑桥 你来看我最后一眼 姐 发生什么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隋然还有王露露 打算把结婚地点定在蓝桥国际 她们还打算把所有同学都请过来 天哪 她们不让你难堪吗 这还不算最过分的 你看 这是我们同学的群 你看她们说的话 这都是人吗 她们也太过分了 怎么说这种话呢 姐 你上面说的那个青年企业家是谁啊 哪有什么青年企业家呀 但我不这么说的话 我只能跳楼了 她们也太过分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这些人 小夏 我想到了 年轻才俊 又有事业 家境又好 你把你那个网友 你们那个老板赵丹桥 书栋先生 你把他借给我 隋然结婚的时候 我把他戴上 让他假冒我男朋友 到时候我就要看看 到底是他随然丢人 还是我丢人 姐 你这样不好吧 小夏 我是你姐姐 你真想看我死吗 你好 我是赵丹桥 我们上一次见面比较匆忙 也没有来得及互相自我介绍 书栋先生 那以后我就叫你赵先生吧 服务员 我就要一杯美式咖啡 你呢 拿你咖啡好了 赵先生 我叫宁鑫 是做企划工作的 对了 上一次与你一起的冯先生是 冯先生啊 冯先生是我一个客户 我现在在负责他的一个案子 我觉得你跟网上的洪小豆 有些不一样 老是不一样了 是这样 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外向的 然后活泼的 但事实上你很文静 你很内向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双重性格吧 上次见面以后我们网联就很少了 我还以为 你真的只是 希望彼此停留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虚拟世界固然是美好的 但是人嘛 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 就像我自己 虽然感情的事情跟别人无关 但是 依然受不了外界的指指点点 赵先生是这样的 今天我找你来 只有事情想拜托你 是吗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做我男朋友 什么 假装做我男朋友 为什么 是吗 书东先生 你能听得见吗 洪晓东有话来跟你说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前男友为了名利把七年的感情抛弃 的确让人痛恨 好吧 我答应你 真的 当然 为了哄小豆 没有 树洞先生也该出马了 赵先生 婚宴的地点 是明天 在兰桥国际大酒店的中餐厅 兰桥国际大酒店 你不会这么快就后悔了吧 不不不不 没有没有 什么 真的 你嫁得这么快啊 刚才都装过来 这不是为了闲耐 我告诉你 你听着 我现在教你第一课 初来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住自己的名字 你方向感还真是不错 你这样总要走到明天才能到家 你知道吗 树洞先生 人世间的烟火 会有多少次无罪的错误和迷失 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 可以抬头望月亮 望着望着 就忘了 好 你怎么来了 你说一声 那坐下吧 好 想你了呗 馨儿 瘦了 肯定是晚上不睡觉 也不好好吃饭 我都胖子 这些东西 就这样了 就你怎么看我都觉得瘦 馨儿都不如住家里好 还得是你妈的气啊 怎么可能 母女之间又没有隔夜丑 我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回去的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你 你妈更想你啊 这两天她偏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真的假的 去医院看过了吗 我带她去医院 做我这个高厌氧仓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样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办会去住 真的啊 好 那就好 你忙吧 我走了 姑娘 小心 忙完了 赶紧回家 好 报告老板娘 遵照你的指示 致远引楼的装修工程 已经提前结束了 请老板娘随时过来验收 中标的方案做好了 那还有闲工夫玩手机 看看你这个样子 衣冠不整 蓬头垢面 像是苦力工 被别人看到 还以为我们公司 虐待员工呢 好了 还有一件事 律师正在审查 申普和大伟两家公司 听标顶案的合同 我让他们审查好 然后直接发给你 好的 千万不要出任何错 这两个可是占了我们公司 业务量的三分之一的大案子 赵总 我办事 你放心吧 你办的事我从来都没有放心过 今晚你就要做别人的男朋友了 虽然我知道这是假扮的 但是我心里 怎么有这种心痛的感觉呢 老板今天这么早离开工作岗位 这是罕见啊 肯定有情况 他肯定是去相亲了 你怎么这么八卦 赵先生您好 姚医生正在里面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 应该马上快结束了 请您在这里稍等 姚医生的患者挺多的嘛 这样 你进去跟他说 赵先生急需他的心理辅导 千万别让我等太久了 好吗 好的 你稍等 咱们今天咱们去聊聊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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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今天咱们去聊聊点 你先忙 好 小丽 替我送一下 来 张大大慢走啊 好 好 咱们不预约就过来了 找你吃午餐 幸好啊 今天预约的病人不多 要不然真没时间招呼你 别装了 看你这些患者 都是些无病呻吟的贵妇人 我看你这是靠男色嫌疑 别胡说八道啊 行不行我揍你啊 有什么话快说 张大少爷 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短装 有装吗 有吗 你说 一个女孩主动邀请你假扮她的男朋友 而且是出席同学婚礼 是不是说明你在她心目中 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别你你你的 不就是说你自己嘛 还跟我绕这么大一圈 你有意思没意思 回答我的问题 以你现在的状况 标准的高富帅 多少女孩都希望你能成为她的男朋友 这种姑娘 这么多年你遇到的还少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告示意啊 可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红小豆 是的 可我总觉得哪里出错了 你不是非常期待再次跟她见面吗 而且你也说了 她长得梦美如花 你小子啊 这明显的是得了便宜还卖关是吧 按理说 我应该激动应该兴奋应该那个什么的 但预想的情绪都没有发生 星期吃不了热豆腐 你跟她才见了几次面呀 一定要多接触才能多了解 再说了从虚拟世界来到了现实世界 总归是有些不适应的嘛 但是 人总归是要面对面地坐下来交流的 嗯 啊 对了 上次把你一个人丢在餐厅 今天午餐算我的 不管你想去哪里 随便点 你穿成这样 带我出去吃饭 要是又被别人误会了那怎么办 我没问题啊 要你别误会就好 哎 你别急啊 等我换套衣服 吃饭喽 我告诉你 特别好吃 小夏我们吃饭去吧 嗯 好 小夏 我听说咱旁边巷子里新开了一家饭馆 特别好吃 要我去试试 哎 能行吗 这是海哥面馆的分店 听说他们家的片川呀特别好吃 还上过舌尖上的中国 哎 那我们去吃吧 我请客 走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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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吧 是 好 好 好久不见 你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可不是嘛 这位是谁啊 你也不介绍介绍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赵丹乔 大家好 幸福一生多 来 谢谢 恭喜恭喜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来要造成贵子 谢谢 赵总 赵总 您来了 您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 董事长知道 你要怪罪我们哪 难道我出来参加一个平常的婚礼 也需要向你报备吗 起开 起开 进去吧 这赵先生 这么嚣张 年轻人 他是有这个资格嚣张的 对了 你们两位新人怎么不早说呢 早知道你们是赵总的朋友 我们酒店 会给你们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而且在服务方面 也会是一个高端的规格呀 不是 那个 他什么来头啊 他呀 他呀 他就是我们蓝桥国际的继承人 来 少背 他就是蓝桥国际的继承人 传说中商业铁男子 刘兰芝的独生死 是他呀 就是他 真是阴晴潇洒 标准富爱戴啊 对啊 我还听说他是个海归 你瞧人家那气质风范 果然不一样 连心也太厉害了吧 难怪在微信群里卖关子 说是什么青年企业家 这也太劲爆了吧 这下他可发了 这蓝桥国际 这盘子可够大的 怎么说 也得二十亿吧 二十 人生真是奇妙啊 想当初 虽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你 你 谁知道 现在宁兴直接奔着二十亿去了 赢我得福呀 这下宁兴啊 真是跳上枝头成疯狂 好了好了 同学们 咱们差不多了得进去了 赶紧坐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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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大学制度要开心心的 对吧 走 进去吧 客人都等着呢 走吧 董事长 什么事啊 方晃晃晃的 世界末日到了 丹桥来了 人呢 他是来酒店参加婚礼的 他不是说 永远不再踏进蓝桥国际的大门吗 什么重要的婚礼啊 可以让他食言 宁兴前男友的婚礼 而且 而且什么呀 快说啊 他是以宁兴男朋友的身份出席的 什么 男朋友 看来宁兴这个小丫头 手段够厉害的啊 难怪他拒绝了冯敬尧的诱惑 原来是瞄准了我刘兰芝的老我呀 快去 把宁兴给我叫上 是 董事长 什么时候开始 你和他 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董事长 我其实刚刚进酒店的时候才知道赵丹桥是您的儿子 我在问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呢 是这样的 我昨天 请他做我男朋友参加我朋友今天的婚礼 你是因为他才拒绝冯敬尧的追求 因为你衡量比较了一下 你觉得赵丹桥比冯敬尧更有价值 更能给你想要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董事长 您相信我 宁兴 我告诉你 赵丹桥是我儿子 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将来是要继承南桥国际所有的一切 你拿什么给他做 家族 财富 人品 还是能力 董事长 您真的误会了 赵先生他只是帮我 才和我假扮情侣的 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妈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又要顾忌重演吗 赵先生 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跟董事长解释一下 我们两个只是假扮的情侣 真也好假也好 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走 站着 任何人 我是谁啊 我是你母亲 赵先生 赵先生 麻烦您解释一下吧 我们两个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刘董事长 听清楚了 是的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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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很强地控制于我 你不要怕他 万一给你穿小鞋 马上告诉我 不会的 我就是个小食人 他不会注意到我的 刚才意识心急 为了气气他 谎称你是我的女朋友 对不起 说起来今天挺有意思的 先是你扮我的男朋友 现在又是我扮你的女朋友 不过这样也好 大家公平了 无论如何 谢谢你帮我 不客气 红小豆有难 树洞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你该走了吧 我就住在这个酒店 好 我来说 我来说 对不起 你 那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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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董事长 听清楚了 是的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她真的是我男朋友 该多好啊 这酒喝得也有恶心啊 赶紧睡吧 怎么样 睡吧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还要早生贵子 人生真是奇妙啊 想当初 虽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谁知道 现在宁心直接奔着二十一去了 小夏惨了 怎么办 不知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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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咖啡 来 这个是你的 谢谢啊 这个是你的 谢谢啊 不用嫌 这抹茶味的是 怎么了 不爱抹茶的 我这还有拿铁的 林夏 老板发火了 发火了 又谁惹她生气了呀 林夏 你死定了 死定了 神神叨叨了 林夏 你进来 快去 快去 赵总 我们的咖啡 你是跑腿的 还是送外卖的 天天就会干这些没意义的事 正事一件都干不好 不对吗 教授 我以为我每天都在进步了 你进步 你进鬼门关还差不多 你收拾东西 把手头工作移交一下 人事部会通知你的 快点 走人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赵总 你要是骂我 说我 叫我滚都好 就得告诉我为什么吧 我做什么 我可以改啊 你真的不用改了 犯这种错误 三年内任何相关领域的公司 都不会录用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睡了个觉 怎么全世界都 看看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太单纯 没想到你真是没脑子 要不是早上深谱的总监 亲自打量回来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 把两家公司的合同发错了 现在深谱问我 为什么给他的价格比 给大为的高五个点 准备取消订单 你知不知道 一键板上钉钉的生意 都被你搞砸了 都是因为你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如果你失败 你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 赵总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这一切 都自己负责 你这么好 是 他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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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自己负责 我自己负责 很多 你怎么这么不责 我什么这个 你怎么不责 接下来的话 公司的股权好像就要被收购 那俩子会通用的货能够高达的 一个职高生嘛 本来是男一种的 职高生 可是研究生毕业才进来组里了 他凭什么 说不定人家有后台呢 大家都听着 策划一组和二组检查一下 以前做过的项目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重新推进的 市场不联系广告商 看看有没有可能追加APP的广告投放 以前回去过的也联系一下 公关组在网上发一个众筹的活动 开始吧 Lucy 你马上联系一下律师 然后让他再看一看合同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挽怀的地方 其他人 三分钟以后到会议室开会 那边 就是 再来 乔总监 世界 对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 我向您道歉 道歉有用吗 我倒是要感谢那位失误的员工 让我们知道了 很毫无诚意的欺骗行程 我们已经没有 积极弹下去的必要了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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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老板 对对对 你听我说 这 这是一个误会 我马上去登门解释 马上 谢谢 喂 又被开除了 你这是三进三出啊 我怎么发现你们老板 有开除人的癖好呢 我真的是太糊涂了 我居然把公司单大声音搞砸了 我就是笨死了我 你有什么好生计的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要不你乖乖去我那儿当你的老板娘吧 我原来觉得对麦威没什么感情 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 对得起这份工资 而且我很讨厌赵丹桥 我讨厌他不可一世 冷酷无情 但我知道要走的时候 我有一万个不舍得 我觉得忙忙碌碌的感觉挺好的 就算是换桶水 买杯咖啡 都是一种幸福 现在 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我觉得 我好像被他们都抛弃了 而且 我对赵丹桥 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最重要的是 他越来越像我的树东先生了 不会吧 我以前没发现你有受虐的倾向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我必须救你于水火 跟我走 干嘛 走啊 去哪儿 我 喂 哎 你干什么 你到底叫我去哪儿啊 跟我走的对了 现在还有心情谈情 说爱 现在还有心情谈情 说爱 心可真够大了 傅 fulfilled 豬东先生 对不起 Zither Harp 请问一下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 抱歉 我不知道 书冬先生 在干嘛呢 书冬先生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吗 因为它可以让我触摸到逝去的亲人 给我勇气和希望 我很累 能陪我看场电影吗 你啊 安安心心的 给我在这儿待着 省得我每天为你担心说话 请好 别误会他 你就当成一个好心人 收留一个刘良海 谁 谁刘良海 好 老板娘 懒得理你 说真的 你呢 就好好地替我守电 我可不是你们老板 不会有事没事地 炒人鱿鱼 行吧 反正都穷途陌路了 那一直都委屈本大小姐了 对了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因为我还有需要处理 没问题 不忍 你坐会儿 我给你做点吃的